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志们大家好 我是林源头顾 杨天迪 今天是6月9号 礼拜二 台股在今天是开低走高 表现还算不错 我讲的是加权指数 开低走高 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关键点 很多的电子股 小型电子股 突然就会击杀 最近的電子股一日的行情變多 而且動不動突然就擊殺 譬如說8996的高麗 突然就砰擊殺跌領板 像32891特 突然莫名其妙會擊殺 雖然尾盤收回去 突然就出現擊殺 最近的盤已經出現了很奇特的一個現象 就是它突然會出現擊殺 這在電子股當中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理由很簡單 電子的比重只剩下63%了 有沒有看到只剩63% 以往我們電子比重都維持在7成以上 現在不僅離7成越來越遠 還越往6成走 這說明一件事情 說明電子股的人氣在慢慢的減退 在淡掉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資金逗留到非電身上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汽車OK的 我本來就看好車電 汽車生技化學百貨觀光 這表現都非常強 甚至金融表現很強 有沒有金融股表現很強 傳染股的一個轉強 是代表資金的一個移動現象 那資金沒有回到電子身上 所以電子的比重沒有達到7成 電子比重沒有達到7成 一日行情就出來了 上個禮拜四 這是華新科 上個禮拜四 華新科出現一根紅棒 有沒有 底部起漲第一根紅棒 放量 上禮拜四 賣進去的都套牢 好 禮拜五直接開低 開低 開平走低 昨天又下跌 今天是在平凡附近 全部套牢 好 這是上禮拜四 一日行情 有沒有 上禮拜四貝東運間很強 結束了 好 一直到今天 禮拜二貝東運間都沒有在轉強了 上禮拜五誰最強 上禮拜五 技嘉 拉到漲停板 夠強了吧 準備要噴出去哦 結果呢 禮拜一昨天開高走低殺下來 昨天就把禮拜五追進去的任何人都套牢 今天在小跌 好 我63塊買66塊半賣掉了 好 所以我們是獲利下車 如果我是買在上個禮拜五慘了 套牢 有沒有發現到 我是買在這個整理區這一段期間 所以相對來講 你會發現到 最近的股票手勢會突然出現這個現象 對 然後呢 這是禮拜五 禮拜四是華興科 禮拜五是技嘉 那昨天呢 昨天有沒有 昨天也有耶 昨天不是矽金很強嗎 底部起漲第一根中美金有沒有 啊 底部完成了 底部起漲第一根 今天是中錯的 那為什麼電子股的一日行情變多 因為後續的資金跟不上 後續的買盤跟不上 就產生這個現象 然後呢 那有些股票在盤旋 突然的擊殺呢 有沒有 你看到 本來在今天這根黑棒之前 其實就技術現行來看 高利根本沒事對吧 在今天之前高利根本沒事 今天之後整個轉弱 整個轉弱有沒有 一根藏黑棒 然後呢 放量打下來 跌頂板跟高利 那出了什麼事情呢 五月營收 高利的五月營收 月減年減 這種狀況已經看出來 就雙降的一個概念 那這種雙降呢 昨天我的何瑞亞一樣啊 一樣嘛 本來都沒事 本來都沒事在高檔震盪整理 突然到昨天一根跌頂板 打下來 何瑞亞 打下來 五月營收 月減年減 你只要是雙降的部分都往下掉 那五月營收 大部分的電子股 要很好 不太容易啦 要很好 不太容易啦 那尤其是你去看產業面來看的話 當然也有很好的 有很好 我待會再來談一下 我們有很好的股票 我們五月營收有創新高的 那五月營收一不好 就出現這個現象 突然擊殺 有沒有 尼克森 本來都沒事 本來都沒事 突然跳空跌下來 尼克森 跌破了月線我停損了 本來都沒事 還好不是買昨天 買昨天你就買到高點了 我買在這個位置 那買在42塊 今天停損了 沒辦法 沒辦法 因為五月營收月減年減 五月營收月減年減 現在股票 這個出現這個擊殺動作的越來越多嘛 對 所以這個地方有點 電子股有點難選的原因在這邊 就變成說 我們買進去 我們不知道五月營收 雖然我覺得 我當時的想法 為什麼去賣尼克森 我先把我的想法跟各位分享 尼克森是做莫斯菲 是做電源管理IC 他的一個產業 應該是跟筆電相關對不對 雖然他有IGBT 那是下半年的事 那基本上他的一個產業 應該是跟莫斯菲 是相關 跟那個筆電是相關的 那跟筆電相關的營收動能 應該是往上走啊 你為什麼技嘉在上禮拜五 會拉一根漲鈴板 所以他五月營收創下歷史次高 雖然他是一日行情啦 但他營收創下歷史次高 也就代表主機板跟筆電的相關度 是很高的嘛 所以你看哦 五二九九捷利哦 捷利的股價 這個五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那為什麼五月營收會創歷史新高 跟什麼 跟這個筆電是相關的嘛 因為他產品有六成以上 是用在筆電 就像我的易隆電 我今天易隆電創下波段新高 2458易隆電 我的易隆電來到123塊哦 K線 看不到K線 沒關係 我的易隆電在今天創下波段新高 創下波段新高 為什麼 他五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為什麼易隆電的五月營收會創歷史新高 因為他的一個指紋辨識是用在哪裡 NB 所以我當時的想法是我認為尼克森的 五月營收 就算不會創新高也不至於太差 結果他竟然是雙降 如果是這樣 今天一開盤就開很低了 撤 沒辦法撤掉了 也就代表著 他的 他的一個這個營運動能讓我懷疑哦 至於何瑞亞的部分我為什麼不賣 昨天打跌聽我為什麼不賣 因為何瑞亞 他今年預估可以賺到4塊半到5塊 所以目前北比大概在12倍附近 我覺得還好吧 我買在13倍附近 這個66塊左右 那相對來講的話 那基本上我認為 何瑞亞至少他的獲利是增加的 五月營收的不好 可不可以沉澱之後再往上走 是有機會 所以我們在判斷一檔個股 該賣跟不該賣的時候 我想的很多 因為何瑞亞他的一個這個 他跟筆電的相關度不高 他的產品是他的指紋 他的一個觸控是用在公控 所以這次是跟醫療的一個相關 醫療器材相關 那不過呢 可能4月營收是大拉貨吧 他4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那5月營收就下來了 這個何瑞亞的部分 不管如何我們這樣看好了 現階段因為5月營收很多的電子股 其實都不理想 包括車電 對吧 但是5月營收不理想 股價不見得會往下掉 我再舉例 高利是因為5月營收 月減年減所以打跌頂 那5月營收月減8% 年減32%股票 他會漲停板 叫4551的自身科 為什麼自身科會拉漲停板 5月營收同樣是衰退的 同樣衰退的高利是打到跌停 自身科是拉到漲停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我用另外一支股票 我一例你就很清楚了 3017的旗紅 旗紅5月營收 創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 今天走勢是開高 唷 沙尾盤 來 原因在哪裡 未來 原因在 未來 我不是說自身科很好 因為我沒有自身科 我車電裡面我有的是茂蓮 跟後面新進了一檔 那個 大陸比重高達6成以上的那兩個個 我待會兒來跟你談 好 自身科為什麼那麼強 車電 他是做 這個汽車的零件 他不是車電 汽車相關概念股 做傳動的系統跟轉向系統 所以 基本上 如果汽車的產業要復甦 他就會上來 5月營收創歷史新高的旗紅 他的產品用在哪裡 散熱嘛 5G基地台散熱 他是華為的基地台散熱主要供應商 為什麼要掉下來 因為 華為被華為禁令限制住了 華為的一個動能 營運動能在下半年開始要準備衰退啊 所以 齊鴻即使5月很好 未來會不好 對吧 自身科即使5月不好 未來會很好 因為汽車產業 這個產業各國都在什麼 都在做一些這個救世的一個措施 譬如說 德國要拿這個投入 大概50億歐元 然後呢 法國要拿出88億歐元 要幹嘛 要救車市 要救車市嘛 然後呢 另外一個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 中國 中國 他對這個新能源車的補助 延續到2022年 今年是2020 還有兩年 延續到2022年 所以 如果 五月營收不好是因爲什麼 各國封城啊 對不對 各國封城嘛 中國是比較早復甦的 它是解封的 現在的歐美各國 還開始準備解封對不對 好 所以 它開始解封的情況之下的話 當然 五月營收是因爲還沒有解封 所以不好 很正常 懂那個概念啊 有些股票的不好是覺得意外啊 有些股票不好是我們就預測到的 我當初在買3665貿易的時候 我跟你講 它第二季會不好 我買了185 185190 到今天已經來210了嘛 那就最少都賺20塊以上 對吧 最少都賺20塊以上 最高還衝到這個214跌幅 五月營收好不好月減年減不好 五月營收不好貿易會往上跑 你們搞懂沒有 那概念沒有 你們現在有沒有搞懂的概念 我們來這個位置吧 當初線上講座時候 推薦的也是這一檔貿易 你現在回頭想一想 你站在210塊 回頭想想 當時在190塊以下的貿易 差20塊 20塊大概10% 那我我我獲利已經10% 那我是認為沒有問題 五月營收月減年減 我不知道看得到看不到 這個它已經公開公佈了 你看一下它一個狀況 有五月營收有沒有 月減3%年減9% 這是冒連 股價是掉下去要往上跑 往上跑 有沒有往上跑 所以我們現在回頭想一件事情 也就印證我當初的想法 我認為 車電概念股在五六月 歐美城市解封之後 五月是最低點了 那六月的營收動能快開始起來了 下半年會大拉貨 原因就是我剛才談到的 德國 法國 中國 都在救車市 那如果 各國都在開始推行一些政策 車電概念股下半年一定是最好的標的嘛 對吧 除了蘋果派之外 汽車概念股是不是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下半年最有競爭力的公司 最有競爭力的產業 那另外一個部分 大概是包括了我看好的台積供應鏈嘛 好所以你回頭想一想 其實這個地方一個結構我剛才談到 那他們的基期是不是很低 對啊 去年一整年汽車產業都沒有人 沒有人去跟你講這個汽車產業嘛 對吧 為什麼 因為去年一整年車市是很低迷的 那今年呢 本來也慢慢要開始復甦 就碰到新冠肺炎 好啊 我現在在上半年 因為新冠肺炎造成的影響 可是我下半年要推行很多的政策 包括美國要拿出一千四百一十億美元 要去什麼 要去建立那個那個整修 那叫什麼 修正他的一個什麼 這個電動車的一個這個基礎建設 就代表跟電動車相關的車電概念股 包括汽車零組件 應該要上來了 不信啊 不信看這支好不好 好 這叫英利啊 這股價這樣走的 好 我沒有買的好 我沒有買的帽連 我不知道他股價會這樣走 他股價會這樣走給你看 汽車零組件 開始了 我告訴各位 汽車 汽車相關的個股要上來了 所以在這一次 這個這個 送的資料 六月包仲股裡面 我不是挑了一檔汽車零組件嗎 對啊 我挑了三檔嘛 我是用產業的趨勢 去幫你選出這三檔 那我們希望他股價沒有大漲 像英利 那個英利 他已經漲上去了 我選他沒有什麼意義啦 已經漲成這樣 沒有什麼意義 那帽連呢 帽連 我雖然認為還可以買 但 我已經公開了嘛 對吧 當時我們就已經公開了 股價已經漲到210 那對我來講也漲了 漲了20塊以上到25塊之間 好 那現在的一個部分呢 那還有沒有 相關的車電股 可以值得關注的 當然有啊 所以我不是在六月包眾股裡面選到了 第一檔是台積供應鏈嘛 第二檔的部分 是車電概念股 第三檔叫資安 資安我可能以後再來談 那第二檔車電裡面 我為什麼去選擇這一檔把它挑出來 我先告訴你 這一檔車電股 他的五月營收是月減年減 所以今天有點小鴨匯哦 他沒有像資深坑那麼厲害 但他小鴨匯 但問題的重心點是 他會受惠中國的車市的一個起步 他受惠最大 我是這樣挑的 因為 他的市場就在中國 中國的一個 中國的車市占他的營運比重超過六成 所以他的市場就在中國 那既然市場就在中國 那中國又有補助的措施 不挑他要挑誰 而且呢 他以前跟那個中國的電動車叫BRD 那有合作關係 這個我今天點了越來越 越點越明了 反正 我跟各位報告 這支股票五月營收不好 你讓他 這個今天小幅拉回 拉回之後 量縮去消化掉這個 五月營收的一個賣壓之後 就會往上跑 因為下半年會很好 下半年一定會很好 很多東西都是我們知道未來會很好 但現在我們必須要 瞭解他可能面臨到一些利空因素 那這個利空因素把它消化掉之後 下半年就會好 好不好 所以還沒拿到的 今天最後一天 六月包縱股 今天最後一天送給各位 好那歡迎各位加入Light Ad 或者是Telegram 在上面之後去去做點擊登記來說去 好 基本上 對 基本上就這樣 這個 我們該談到說 其實五月營收的好壞 雖然會影響股價 但位階的高低也是一樣 你看哦 我用瑞雲為例 好 瑞雲界很厲害有沒有 噗就收到85塊了 我已經告訴你 我的瑞雲已經飄浮在外太空 已經飄浮在外太空 什麼叫飄浮在外太空 我36塊買的 我46塊買的 現在股價呢 在高檔會下不來 你們在高檔 高檔的部分它會震盪 這個當然因為它股價短期間已經漲高了 有沒有 從36 46到 最它衝到92 好那 最近在高檔整理在80塊這邊有沒有 上下整理哦 這叫飄浮在外太空 因為它的一個人氣已經起來 所以股價掉下來之後 會有人氣推上去 但是剩下的部分 它會不會再往上漲 它5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它會不會再往上漲 來自於它EPS有沒有跟上來 如果4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5月營收 它是4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開始起漲 瑞雲是這樣 5月營收也創歷史新高 假設6月營收又創歷史新高 在第二季一定很好 那個財報都不會有問題 那賣它幹嘛 對吧 因為5月營收已經歷史新高 好 我另外一檔已經 也來到了我外太空的一個 這個漂浮區叫義龍店 這義龍店怎麼沒有K線 好 我們義龍店買86 如果你算我的這個兩次的價差 我做了14塊的價差 其實我的成本已經降到72 就算是86好了 今天已經來到123塊 創下波段新高 對我而言 你漲到120塊以上 就叫做漂浮在外太空 我已經賺了快5成了 讓我一檔個股賺了快5成 那不是漂浮在外太空是什麼 如果你從第一檔68塊來計算的話 68塊 對 已經 漲了快一倍了 你如果用68塊來計算 我的那個漲幅已經超過8成了 這個可以算是漂浮在外太空了 好不好 所以我一直認定 120塊 對我來講我只算4成多了 那對我相對來講 那義龍店已經漂浮在外太空 它會漂浮在外太空 原因是什麼 我願意做創立時新高 現在的部分要怎麼去判斷 就好像我一直跟各位報告 我們在做的過程當中 我們喜歡找到 我們要的方向 對吧 立望也漂浮在外太空 對吧 立望的股價從160漲到這邊為止 對我來講350塊以上就漂浮在外太空 那像這種股票呢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那立望會上去 M31不會寂寞啦 你放心 你放心一定會往上漲 一定會往上漲 所以同樣的邏輯 我們再拉回來看 再拉回來看 那像這樣的股票有沒有還有 還有啊 我不是跟你講我蘋果派我也看好嗎 那我不覺得兩檔嘛 一檔叫頂天立地 4958的真頂啊 創新高了 當初外資喊的是82塊 很抱歉 在我們在買的時候 在這個位置 我記得在這個位置 外資喊82 對不起 現在已經來到138 另外一檔 蘋果供應鏈 五月營收 一樣是衰退的不如預期 我稱之為美麗風景 昨天跌兩塊 五月營收不好 今天漲一塊 有沒有掉下去 沒有掉下去 原因在下半年的蘋果新產品推出 所以怎麼樣讓自己在最有利的情況之下去賺錢 很簡單啊 把下半年的機會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 自然而然 然後呢 趁五月營收不好的情況之下 風低早買點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 別忘了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好股票 三檔六月包縱股 今天最後一天送給各位 那歡迎各位 加入Line app或Telegram之後 能夠點擊登記來索取 現金收看 明天同時間 再見 拜拜 希望這奇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